健康好簡單 我們都知道 這個生病就要吃藥 但是吃藥的觀念 到底正不正確呢 有些長輩會覺得說 藥吃不完捨不得丟 就會接著 在下一次生病的時候 繼續吃 但是很多諸如此類的 症狀的症狀 這個吃藥觀念 其實需要釐清的 我們今天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來歡迎今天的專家 歡迎 好的 我們來談談這個 吃藥的觀念 就先來看看今天的VCR 請看 腰局裡藥品琳琅滿目 感冒吃藥很正常 想增加抵抗力 再來補充個維他命 覺得鈣不夠再吃點鈣片 有病吃藥 沒病則吃保健食品 不過衛生署調查 民眾又有安全問題 發現不少人有錯誤迷思 高居榜上第一名的就是 睡不好吃安眠藥 還搭配酒精助眠 小心藥效太強 會釀成架心中風 安眠藥還配酒來喝 這個真的滿危險 所以我們今天用藥的觀念 就要來釐清一下 我們在現場也準備了 用藥嘗試的Q&A 我們準備了八題的Q&A 這八題的Q&A 也請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一起來作答 第一題的題目是 藥罐打開之後 應該立即將乾燥劑棉花丟掉 以保持乾燥 請問專家對不對 一個對 一個錯 我覺得是錯 好 為什麼淑妻妳覺得對 我以前也是覺得說 應該要把它放著 乾燥劑就要裡面乾燥 而且甚至有些民眾 還把這些乾燥劑棉花收起來 可是不是乾燥劑就放在裡面 藥才不會壞掉 妳有壞 有一次我就去聽他們藥師的演講 他們說要拿出來 是嗎 他說這裡面 妳不是繼續濕的嗎 而且它會污染 所以要拿出來 我覺得棉花要拿掉 因為棉花會吸濕氣 可是我覺得乾燥劑就是 為了讓它乾燥 而且我通常都把乾燥劑都收集起來 而且包括食品的 就譬如說吃魷魚絲裡面 也會有乾燥劑 我都把它收起來 然後如果有成藥吃不完 我還把它丟進去 然後讓它乾燥 這樣子還滿回收的 對啊 環保 到底行不行 我們請問一下藥師 這題答案是對還錯 這題的答案是 美國藥點規定的 應該要把乾燥劑跟棉花都丟掉 藥丟掉 對 我在這裡做一個 跟全國的觀眾抽一個警示 是喔 那個乾燥劑裝平的時候 那一小段空間的潮溼 是 然後棉花或是透明的塑膠袋 它是在避免運輸當中的碰撞 引起藥物的變化 所以那個一定要拿掉 如果說 大家會觀念說 那我今天乾燥劑放的話 是不是繼續乾燥 可是你乾燥劑吸到一定 飽和的時候 你再把蓋子蓋起來的時候 它裡面的水分 它會在裡面擴散 反而會影響藥 所以乾燥劑跟棉花 跟透明塑膠袋 全部都要拿起來 都要拿起來 像剛才我們專家講到說 例如說有的包包有沒有 我們怕它那個潮溼 我們就把乾燥劑 全部集合在一起 然後丟到那個包包裡面去 理論上應該是不用那麼節省 是喔 那你如果說 這些東西沒有拿起來 對藥會有影響嗎 多多少少一定有影響 我剛剛已經解釋過了 它會吸濕了以後 你蓋起來了以後 它會在裡面再散發 再吸氣 變更濕就對了 對 本來乾了 然後放進去還變更濕 對 然後那個 原廠狀出來 它是要吸那個 藥瓶空間的那一點點濕氣 是 所以它就是比誰比較濕 如果我比你濕的時候 我就把水給你 對 你比我濕的時候我就吸過來 對 對 所以等於是有害無力 是喔 這我們倒是 很多人的觀念是錯誤的 對 所以我們的醫藥記者 真的還是滿厲害 因為你們聽多了是不是 沒有聽過的 好 如果說這兩瓶藥 我們同時開封 然後一瓶有把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乾燥劑 棉花拿起來 一瓶沒有拿起來 那這兩瓶它的保存期限 會差多少 比如說你有拿起來 沒有拿起來 但是你把它放在冰箱 你放在陽光照射得到的地方 你即使拿起來 也會比那個沒有拿起來更嚴重 所以等於說 必須看它的保存的方式 這樣子 好 因為他們現在 甚至連那個藥品保存 不一樣的藥保存的地方 可能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大家 除了習慣把乾燥劑 妥善的存起來之外 之前還有那種 就是什麼藥都放冰箱有沒有 因為怕它壞掉 對 所有藥都怕壞掉 一律放冰箱 除了乾燥之後就冰箱 然後醫生就說 那真的是超可怕的 因為你把那個藥 旁邊就是食物 在旁邊是火腿 然後拿它去 旁邊的食物火腿 會受到汙染對不對 藥也會被它汙染 是 可怕 可是你們家的藥怎麼保養 我們家的藥全部都放在冰箱裡 全部 就不分青紅皂吧 我真的是一個 非常節省的家庭主婦 非常會過日子 因為小孩子常常會咳嗽 然後醫師就會開糖漿給他喝 通常都喝不完他咳嗽就好了 我就覺得既然不咳了 沒有必要一直吃下去 可是那個藥丟掉又很可惜 我就把它放在冰箱裡 可是它是過敏體質 所以它三不五時就會咳兩身 它咳兩身的時候 我想沒關係 冰箱裡還有藥 而且放在冰箱裡不會壞掉 我就再給它喝兩口 所以妳就是我剛剛一開始 講的那樣子的啊 捨不得丟 然後就會一直保存著 然後一直拿來吃 對啊 然後還有我就想說 那個定計就像說退燒藥 其實發燒 那不用分症狀嘛 就是發燒嘛 退燒嘛 所以它只要發燒 我就把冰箱裡的那 一定一定的拿給它吃耶 因為你放在冰箱 冰箱的溫度它可能在10度C 當你拿出來這個室溫的時候 它馬上開始在吸熱氣 吸熱氣就會凝結水蒸氣 尤其是冰箱裡面的細菌是最多 然後再來 不能放在冰箱最嚴重的藥物 就是軟膏跟糖漿劑 因為它這個糖漿劑 它的這個會揮花 因為糖漿劑裡面都有酒精 它揮花以後會促省那一個 糖漿裡面的濃度的藥更高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你可能要看到專業的藥局 或是你在醫院的藥局 它那個要冷藏的藥是有規定 可是他們是專用的冰箱 不是家裡的食物冰箱 不是家用的冰箱 對 然後通常 叫我們清楚了 對 通常要放在冰箱的是 屬於生物製劑部分 就是它要低溫冷藏的 是 例如抗生素 抗生素也要看哪一類 生物製劑 所以因為退起出來 它是有活性的 就比如說你去打疫苗 那個一定是要放在冰箱 那是屬於生物製劑 可是問題是 吃的那個糖漿一樣會好 會 那個是它沒有到達到一個感染 這個部分 就是還不嚴重的時候 你可以去試試看 好 所以我們這一題呢 就是要跟觀眾朋友提醒 如果把這個藥打開之後 裡面的乾燥劑 棉花 還有什麼塑 那個叫做什麼 塑膠 有時候它不是用棉花嗎 用透明的塑膠 對 透過塑膠 把它擠在一起 那個都要通通要拿掉 好 我們來看看 第二題的Q&A的題目是什麼 如果你的醫師開給你是 屬於抗病毒的藥物 或是抗生素的藥物 那要吃到完 但是如果它只是症狀的改善 譬如說 好嗎 好